美国政府捐给台湾了有250万剂的疫苗 从哪里捐来呢 从田纳西州的曼菲斯机场 已经出发了现在在空中 机上250万剂的疫苗 比之前华府承诺的25万 足足多了三倍这么多 那么在台湾的网络上也引发了热议 蔡英文总统跟民进党的县市首长 早早就在脸书上投 po文做梗图了 感谢美国爸爸慷慨解囊 但竟然有这个绿营的测译网友带风向 表示像是科粉还有国民党 都不高兴美国送疫苗给台湾 但是事实上我今天在滑手机的时候也看到了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早在零点的时候 就发文感谢12点的时候 就强调说在台湾疫情最危急的时候 各方帮忙都令人感动 那么美方迅速果决伸出元首 也见证了台美的情谊 江启臣也同时强调台湾 必须要紧盯采购或是代工充足的疫苗 绝不能单靠国际的援助 然而这个月初就有消息指出 美国将会在月底把700万剂的疫苗 分送给亚洲各国家 当时台北市长柯文哲 也是在这个疫情记者会上表示说 人家有送我们我们都要说谢谢 也有不少网友批评说当国际乞丐很光荣吗 那我们自己买的疫苗到底去哪里呢 有编预算买疫苗 300多亿要不要干脆删掉算了呢 好 不止我们不知道这个疫苗到底买到哪里去了 现在呢 还有人说郭董就说了 他要帮忙来买疫苗 开放民间买疫苗现在传出阴谋论 行政院18号的时候态度突然逆转 同时授权给鸿海和台积电 说呢都可以代表政府去跟这个BNT买疫苗 那么蓝营就质疑说了 台积电根本就是被强迫申请的嘛 为的呢就是要分散郭董的关怀 那么柯文哲也呛说呢 这实在是拖太久了吧 全世界都已经打完了22亿剂的疫苗了 台湾没有理由排在20多亿人的后面 郭董要买BNT卡了17天 政院却突然授权说可以 还多了一个台积电 外界分析都因为这原因 明年高涨压不住了 他不得不放郭董 可是他又怕 所有官网会给郭董拿走 他是被申请的 这是要平衡郭董嘛 指挥中心有没有卡郭台铭 网友翻出过去 出了要八大文件 还有陈世中的这金句 那唯一就是这个 原厂的授权书 那没有看到了 一直到6月17号 陈世中还唱衰 郭董买BNT要成功很困难 那台积电加入后 有没有比较补困难 也是因为困难 所以大家才要合作 看能不能冲出一条路来 蔡政府若真是在政治算计 牺牲的是白姓的性命 这实在是拖太久了 这个疫苗全世界都打掉22亿剂了 台湾在世界上在怎么排名 也不应该排在 二十几亿人口后面 到昨天讲说一路绿灯有吗 我们看到都一路红灯啊 你是射盲了吗 柯文哲在喊话 如果红海家台积电 能买到一千万剂的BNT 干脆大企业都捐点钱 凑到两千万剂 弄到两千万你知道 那每个人有机会打两剂 恐怕是一个最佳 大家都可以下台 把问题解决掉的一个方法 这言下之意是谁下不了台阶 蔡政府的疫苗采购 政治阴谋论怎样都挥之不去 记者吴俊宴成 进入台北撞报道 好 现在大家都知道 打疫苗是对抗这个病毒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云林县长张立善 就决定说要将全县 有四千六百多名的领长 还有284名的殡葬 从业人员要造册了 列为下一波优先施打的对象 在嘉义市市长黄敏惠也表示 是已经将领长列为优先施打对象了 苗栗县府也已经完成了 领长的接种造册 将会提报给中央争取 列为优先施打的对象 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表示 只要确认在第一线执行防疫工作的话 市府就会做好优先施打 好 不只是这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民进党执政的县市像是台南市 市长黄伟哲就说 台南市也会预先造册 如果中央允许施打 第一时间马上就可以开打 嘉义县长翁张良就说 其实不止村长 里长 领长 其他像是有保姆 社工人员 甚至是宋瓦斯的一些人员 也希望可以包括在内 建请中央 把这些对象也一起纳入考量 那么是谁先开启第一枪 就是台中市 因为台中市在19号的时候 开放全市 有一万三千多名的领长接种疫苗 市长卢秀燕是两度鞠躬 感谢中央 让他来造册 让领长可以打到疫苗 不过外界也有声浪质疑 说是不是涉嫌绑装呢 但是今天有多位领长力挺 卢秀燕 表示领长是第一线人员 常常是要外出发传单给李明 还要接触居家检疫的民众 跟一些长辈 所以当然在外面会怕怕的 更说市长其实也是为了大家安全 绑装的说法其实是不对的 我们有39个理 我们所有的领长 总计是有一千零六位 所以他们都是我们在执行 我们在政府我们的工作的第一线 最基层的服务人员 那也都有劳驾我们这些领长 来协助我们的里长 来帮我们关怀我们这些居家 检疫的民众 那像在居家检疫 在我们西屯区 从去年到现在就有一万多人 总计就超过一万多人 那另外我们像最近我们在打疫苗 这个我们的通知单 也都是要劳驾我们所有的领长 来协助里长 协助我们的公所 所以他们是非常直接在面对民众 那我想我们这一次市长 他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就让我们的领长能够来施打疫苗 那其实这些领长都非常非常的高兴 这给他们有一个安全感 因为我们要他做事情 我们要让他也能够有保护力 是危险度会比较高 是危险度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很感谢我们卢市长 这一次这个政策 让我们第一线的领长 可以优先的打这个疫苗 双方面都会比较放心安全 完全跟跟仿装这种东西 是完全不相干的吧 这是我们一个基层的 的一个安全措施 跟里民跟邻居方面 一个安全的防护 如果第一线没有守护好的话 其实这个危险度是会增高的 所以我们第一线的领长 如果施打这个疫苗的话 我们整个邻里之间的安全度 会提升很多 我感觉我去通知丹的时刻 我也会担心 说我们周遭我们不知道 有接触或是怎样 所以我们会担心 所以我们会有一点净 对对对 我是没这样想 我是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保护 因为我也是在服务民众 我也是在替市政府做工作 就这么多的地方 对吧